哈喽大家好,我是豆豆小师弟 今天和大师兄玩的这个地图叫做 做陷阱,晚上有歌诗啦 嘿嘿,这么神奇的 我跟大师兄一进来就是迷你的装扮了 哦,它又变成日破了 原来是可以换回来的 那我也换成我的微震天吧 OK,变回来了 那来看一下储物箱里有什么东西 我的天啊,看来全都是空箱子呀 那咱们再来看一下商人有什么东西可以购买呢 嘿嘿,这里面有武器 能量剑,来一把 星铜钻头,也来一把 还有左轮手枪,来一把 哦,下面还有一把冲锋枪,也得把它给买了 嘿嘿,还有电路 咱们乱七八糟,也得买上一些 可以做一些陷阱来防御 然后这个巨人核心,肯定得买的 啊,什么情况,怎么购买失败了 不会吧,这个居然还有限制的 难道钱都被我花光了吗 哎呀,我买了点东西 大师兄就搞了一套这么酷的装备 还背这个背包呢 然后胸前的护甲也挺酷的呀 原来这些都是他在防堵箱里面拿的 他现在给了我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头盔 哎哟,我怎么又变回Nini了 先不管了,再拿一套练脚 嘿嘿,我怎么感觉这套护甲穿上去 更符合Nini的气质呀 大师兄准备去到外面试探一下情况 那我直接到楼上去看一看吧 提示牌说上面有飞机哦 哇塞,这上面不只有飞机啊 还有坦克呢 不知道这些都有什么用的呢 哎,大师兄也上来参观了 不过这飞机和坦克我们也骑不了 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稍后再看一下吧 然后我们又出来到房子的外面了 房子的外面已经做好了很多陷阱 有机关,地刺,还有投掷器呢 最厉害的是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房子的外面还有一个大型的保护罩哦 然后我们后面才发现 这些土块是万能土块 敲了以后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武器装备哦 最后我们收集了很多东西 我还搞到了一个野人面具 嘿嘿,现在是野人Nini了 哎哟,那边大师兄好像搞到很高级的武器哦 这,这是火箭弹台呀 很厉害的节奏哦 后面我们两个人又挖出了两只座骑 是两只不知道是猫咪还是狮子呢 不过有座骑感觉还是挺好玩的呀 看来以后有机会要买一只啊 可以在我的单人荒野生存里面玩一玩 后面我又搞出了两只奥特曼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 是不是叫迪加奥特曼呀 不过它们现在动都不动的 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呢 后面天感觉都还没黑呢 然后怪物就出现了 这果然是传说中的哥斯拉呀 而且样子好恶心,好恐怖呀 然后我们安装的地雷好像对它们都不起作用了 炸不死它们的呀 因为在外面根本就打不赢它 所以我们又退回到房子里面了 大师兄在楼下 然后我跑到楼上 对它们展开双重攻击 用枪打它们还是有点效果的 可以把它们打死 然后只要它们走过来 就会被投资器投资到天上去 这样也好,靠近不了我们哦 后面我趁它们没注意 又跑到房子外面 准备做激光防护墙了 但是我都还没有做好了 它们又攻击过来了 哎呀哎呀糟糕糕糕糕 救命啊救命啊 没办法了 一直被它们攻击 所以我最后只能做成这一面 小小的激光防护墙 不过感觉对它们的伤害 还是很咒效的哦 一下子就被融化掉了 只是它们生产的数量真的好多呀 我们根本就不敢跑到屋外嘛 所以我们只能在家门口 用激光枪一直扫射着它们 后面我突然发现屋子上 会发射导弹攻击怪物 我以为是大师兄弄的嘛 原来是直升飞机自动在打它们呀 最后我又跑到外面 其实坐机用冲锋枪打它们 我以为坐机的速度会快一点 它们会追不上的 没想到最后我是被它们追着打 然后它们还把我的坐机给干掉了 那没办法了 又只能回到屋里面去了 后面天也就亮了 然后哥斯拉也就没有再生产出来了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这个地图好玩吗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留言关注哦